大家好,我是樂寫阿傑,黃世傑 歡迎收看樂寫阿傑頻道 我想今天,對頭髮沒有翹翹的 因為剛才在我們的石林裡面拍完照 剛出來然後用完餐,順便去沖個澡 然後到旁邊的雜木嶺來逛一逛 發現了非常常見 在寵物昆蟲市場非常常見的一種昆蟲 叫做馬達加斯加蟑螂 馬達加斯加蟑螂是寵物蟑螂 是啊,而且我家裡面還養了好多耶 走吧,我們一起去看看我家的馬達加斯加蟑螂吧 嗨,大家好,來到我的工作室啦 我的工作室大爆炸,太慘 最近真的比較忙,那我真的有養馬達加斯加蟑螂 來看一下我的馬達加斯加蟑螂怎麼養的 我的飼養箱是用M號或者是L號的 在飼養箱裡面我會放很多的木皮 那在木皮下面會放一些木屑 為什麼要放木屑跟木屑呢 因為馬達加斯加蟑螂 他就跟一般的蟑螂習性很像 他們喜歡躲藏 如果你裡面什麼都不放,他們可能就沒有地方躲 其實會很慌張的到處跑 我覺得這樣對他們並不好 所以在裡面你除了放樹皮放木屑以外 如果有落葉我會擺一些落葉 因為這樣比較有我說的 自然氣息 那正常來講我會為他們吃小黃瓜 紅蘿蔔蘋果 然後偶爾會撒一點花粉 然後還有魚飼料 這是我在飼養他們最簡單的方法 一般來說我都不給水 為什麼不給水呢 因為給的水 其實環境很容易弄得髒兮兮的 而且他們只要吃小黃瓜、吃紅蘿蔔 吃蘋果就有水分啦 這樣飼養他們很簡單 我們先來看看他們大大小小的樣子 你看這種比較小的 他們大概已經脫了兩三次皮 養寶達加斯加上 你一定要記好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準備一個好的蓋子 或者是你有上面放一層沙網 因為他們有辦法攀爬在光滑面上面 所以如果你沒有蓋好 它有可能會爬出來 你就要四處去找 那比較大隻的 馬達加斯加蟑螂 你看起來會覺得 其實還蠻像甲蟲的嘛 沒錯 它確實很像甲蟲 所以一般人真的很愛養這樣的蟑螂 重要的是馬達加斯加蟑螂 養起來並沒有什麼奇怪的味道 就不像我們居家那些什麼美洲啊 澳洲這些外來的蟑螂 真的還蠻有爛的嘛 你也知道 養這些蟑螂比較有趣 就是馬達加斯加蟑螂很容易分出 公的或母的 正常來說 它的前胸上面有兩個 左右有兩個大的凸起的話 那就是公的 沒有兩個凸起的話就是母的 所以你很好配對 那你養在這樣的環境中 其實冬天它也不怕冷 但是夏天怕熱哦 你還是要讓它有一個比較涼快的環境 這是在養馬達加斯加蟑螂 必須注意的 那曾經有朋友問過我說 到底養馬達加斯加蟑螂 會不會很噁心 你看都看到了嘛 你用成自然的方法養 其實一點都不噁心 也不髒 而且 你還跟爸爸媽媽講 其實這個是假蟲哦 我告訴你 他如果不懂的話 他真的會相信 糟糕我怎麼叫你騙人啊 對不起 哦忘了說 馬達加斯加蟑螂 其實種類好多哦 而且之前我還有看過一種叫做 巨型馬達加斯加 之前有拍過影片 我們來看看吧 各位之前如果有看過我的直播 你記不記得我有講過一集 馬達加斯加蟑螂 老闆特別因為我對蟑螂的愛好 尊需我可以親密的跟他接觸 有聽到聲音了嗎 哦耶 嘘 Baby I'm coming 各位好漂亮哦 你看他的頭 其實那不是頭 很多人會說上面那兩個凸起是眼睛 但不是那是前胸 他頭藏在下面 他很生氣 對不起 我剛剛這樣對他 他很不高興 現在一直在 心中講的 嗶嗶嗶嗶的話 我是不是覺得 其實馬達加斯加蟑螂很好養 而且又很乾淨呢 我告訴你哦 在家裡面看過養過 不代表你可以在外面看到 走 我們再回到非洲馬達加斯加去看看吧 我已經拍完照了 所以相機都在這個位置 然後他在這邊 各位這樣看不到對不對 來我們敬點觀察吧 哇哦 各位 馬達加斯加蟑螂出現了 這太慘烈了吧 這個在台灣我們可能 養的很習慣 但是在馬達加斯加看到這種 心情真的是完全不一樣 對啦 我知道啦 你們都很喜歡養我啦 但是我真正在 馬達加斯加這邊的 森林裡面生活的時候 你們都不知道我的苦啦 你知道嗎 馬達加斯加現在好多人在開發森林 要不是有國家公園跟保護區 我們可能早就住的地方都沒有了 所以如果你們喜歡我 拜託你們好好保護森林好不好 不管你是在哪裡 都要保護森林 那像我一樣 那麼可愛的生物才會活下來啊 而且你有沒有看到我的前胸上面有兩個凸起 我是公的咯 如果沒有這個凸起的話 那他就是母的咯 千萬不要忘記叻好不好 哇哦 各位 在馬達加斯加的 馬達加斯加蟑螂 看看他願不願意 來 來 爸爸抱抱 忘了說 馬達加斯加蟑螂在生氣或威嚇的時候 會發出退了的聲音 來了來了來了 Oh no 好各位看到了 馬達加斯加蟑螂 在馬達加斯加 超帥 帥到爆炸了 各位 你知道一趟到了馬達加斯加這麼遠的地方 看寵物市場常見的蟑螂 是一件多麼特別好玩奇怪的事情 這樣的昆蟲 只存活在馬達加斯加 森林的落葉底層 依靠森林的這些落葉斧植為食 所以 維護好森林 就算在寵物市場常見 我也希望能在野外看到它 樂喜阿傑樂喜介紹 馬達加斯加蟑螂 那個 你看 你看 我